女团爱的最可怕的面貌,华莎像水鬼,而她两副面孔,一,MAMAMO,华莎,华莎,其实是路人真的难以想象的毛内担当,竟然是年纪最小的,黑人问号,可能走复古美,就会给别人一种年纪比较大的错觉吧。 作为唯一一个四代女团实力派的大师,MAMAMO四人四色,特别是华莎的人色彩非常浓,但是有时候还是会给人偶的感觉,特别是化了诡异妆和素颜时候,真的是华莎像水鬼的可怕面貌,而Friend银河的胖脸Friend的银河虽说身高,颜值都不是对内最高的,但是它比较有特点,声音和感觉都会有一种 二次元小姑娘的记事感,不过很多不犯她的路人,觉得她的欧是双眼和半丑的胖脸,是见过她以来最可怕的面貌,I,O,I康美娜都说,康美娜是当年I,O,I的脱油瓶,其实不然,康美娜作为国民女团I,O,I的成员之一,吸烂了比较多的大叔粉丝, 也就成功在占预了自己独特的粉丝空间,不过说实在的,当年的康美娜确实是挺胖的,那个肉脸看起来都有点油腻 黎生黎采银黎生黎采银,作为FLO的大叔歌手,现在只能发发牢骚,基本上没有什么资源可给 然后之前的黎生去新加坡演出,突然发胖的样子,真的会让很多人心疼,不过也会觉得现在的她活出了自己,但是可怕了大家的目光 我,Go Last Day,方米甲素颜,不是说,方米甲的素颜有多么难看,但是这种可怕是化完妆和不化妆的转换,让人觉得窒息 因为Go Last Day 的她,在舞台上是性感的爱豆,戏完装之后感觉气质都变了